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《酒窝谈国学》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人最悲哀的状态,太教真。 点个订阅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事情说大就大,说小就小。 一万元一桌的饭菜,也离不开两块钱一包的盐,一块钱买来的打火机也能烧掉一栋房子。 事事无常,拿起来千金,放下来二两,只是我们没有看透而已。 人生最难的,不是明白,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如果你看明白了,却太教真,那么一开始就输了。 有人问禅师,修行需要下什么功夫吗? 禅师说,饿了就吃饭,困了就睡觉。 人又问,一般人都是如此,师父的功夫就是这样吗? 禅师,并不一样,别人该吃饭时不肯好好的吃,偏偏要百般思索,该睡觉时不安心地睡,还要千般计较。 所以我和他们不同,该吃就吃,该睡就睡,这就是生活,就是禅。 禅师的故事告诉我们,生活中许多的计较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,是自寻烦恼。 凡是我们可以认真,但不能太较正。 因为计较,产生痛苦。 不和往事较真,因为没价值。 知乎上有个问题,为什么有人会沉迷于过去? 底下有个高赞回答,心里老是想着过去的种种,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意。 我们经常会说,过去了也就过去了,可是有些人不甘心,不死心,过去的伤害,过去的悲痛,过去的羞辱,过去的辉煌,始终过不去。 然后一直沉迷其中,时间长了,想过去也过不去了。 人要学会及时止损,对于不能改变的既定事实,我们只能学着接受,生活并不会因为你的不幸而变得宽容。 反而会因为你的偏执和负面情绪,让你从工作到生活节节溃败。 聪明人,懂得放下对过去的执念,对往事的较真,不纠结于过去和当下,只放眼未来。 不和现实较真,因为生活要继续。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,凡是现实的,都是合理的。 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,住豪宅,挥金如土。 而有的人一出生就住在破房里,整日为生计发愁,但是生活,认真你就输了。 对于寒冬,最好的取暖方式就是接受和习惯寒冷。 不要和现实较真,寒冬不会自己走。 但是生活要继续。 人生就像在爬一棵满是猴子的树,从底层向上爬,看到了全是屁股,到了顶层,往下看全是笑脸。 记得黄博有段采访的视频火了,他说,以前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各种小心机啊,各种什么的。 去了以后也没人搭理你,但现在成名了,身边全是好人,每一张都是洋溢的笑脸。 黄老师,你累不累,休息一会儿,黄老师,你要吃什么,喝什么,我给你拿点什么,黄老师,你太辛苦了。 生活就是这样,无奈有现实。 当你强大时,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,而当你最弱的时候,欺负你的人最多,也最容易受委屈。 这个道理听上去很功利和现实,但他却是这个社会一直默默遵循的法则。 有一位网友说,刚毕业的时候,不理解别人为啥那么拼命。 请教了一个学长,学长告诉他一句话,每个家族里,总有一代人需要开疆拓土。 深以为然,现在含着金钥匙的人,可能是他们的父辈开疆拓土换来的。 你不担当,你的父母就要担当,你不努力,你的另一半就要更努力。 你不勤奋,你的孩子就要更勤奋。 因此,与其浪费时间和现实较真,不如放手去搏,努力向前,生活总要继续。 六祖曾经说,过去不可得,现在不可得,未来不可得,要把握当下,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失去太多,而是计较太多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。 如此,安好,河烂人,烂事太较真,烦恼不休。 垃圾车法则一书有这样一个观点,这个世界上,有许多的人就像垃圾车,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,充满懊悔,愤怒,失望的情绪。 当垃圾堆越来越高时,他们需要找一个倒垃圾的地方,释放情绪,如果你招惹了他们,顺理成章,垃圾就会丢到你身上。 我相信,你是不想招惹垃圾人和垃圾市的,你希望轻轻松松过日子。 可是很多人,无法避免要遇到烂人烂事,这时候,唯有放过对方,才能解脱,否则你会被其所伤,很长时间都在为此烦恼。 民国时,外交家顾维军从国外回到北京,他路过崇文门的时候,被税吏拦住了,因为他的行李很多,需要纳税。 当时,他带了一个铜的床头机,税吏随便算了一下,说,要给八元税。 顾维军问,具体是怎么算的,依据什么条款。 按照规矩,顾维军亲自算了一下,应该只要纳税七元零三分,可是税吏不依不饶,两个人僵持着,等待了老半天,让管事的人来决断。 管事的人,丢下一句,认为付多少合理就付多少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过了崇文门,顾维军对这事还念念不忘,请同事和朋友来主持公道,同事说,我们啊,不给睡,也行,听了这句话,顾维军更加难受了。 有一个词语,叫接盘侠,也就是说,遇到烂人烂事。 你还和他们计较,你就变成了接盘的人,承担了一部分烂事,也和烂人为伍了,最好的做法,就是远离他们,放过他们。 放手也是爱,不是爱别人,而是爱自己,很多时候,我们不仅要放手,还要勤洗手,把脏东西都洗掉,脏脏的手,就是烦恼的根源。 和自己太教真,自讨没趣。 有的人,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了,总是和自己过不去,所有的教真,都是伤害。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,有一个叫比斯麦的功臣,担任了德国的首相,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,只要皇帝不满足自己的要求。 就说我要辞职了,皇帝为了挽留他,只能对他摆一摆顺。 威廉一世过世后,威廉二世继位对比斯麦的做法很不理解。 有一段时间,比斯麦擅自做主,出台了一个政策。 所有大臣要向他汇报之后,才能向皇帝提意见。 威廉二世多次派人,请比斯麦修改政策,但是比斯麦置之不理。 威廉二世说,你不修改政策,就辞职好了。 比斯麦很快发现,周围的人都孤立他了,谁都怕招惹麻烦,树倒狐森散。 这样的结局,其根本是因为太自以为是。 世界少了谁,都会转动得很顺利。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,是时代的参与者,不要太计较自己了,否则会把自己提高到天上,下不来了。 当然,除了自己的功劳和能力之外,对于自己的过错,也不要太矫真了。 人是有瑕疵的,如果天天盯着他,就会很难受,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 人要敢于反观自己,但是不要太矫真了,知道自己如何,然后顺势而为,随缘随性活下去。 人生最大的悲哀,不是失去太多,而是计较太多。 中国式离婚里有一句台词,对待人生。 用不着太矫真,厚道点,宽容点,糊涂点,比什么都好,岁月无常,胜骨欣然,败一可喜。 最好的态度是,一半清醒,一半糊涂,不固执,不叫真,不强求,学会放过自己,才能走得更远。 不和小人叫真,因为不值得,不和自己叫真,因为伤不起,不和往事叫真,因为没价值。 固执的人,容易目光短浅,局限于小事上,而忘了长远的未来。 胡雪岩是徽商代表人物,他的发达,来自于他长远的格局和心态。 胡雪岩曾经在钱庄作学徒,有一次某个军队缺钱少粮,便来借两千两银子。 钱庄老板正好外出,代班的领事不敢做主,坚持不能借钱。 而军队的士兵很是着急,几乎都要拔刀出来。 未满十九岁,胡雪岩出头,说自己可以承担责任,把钱借给官兵。 这才避免了一场冲突。 后来,胡雪岩被老板处罚,但是这个借钱的军队刚好是左宗棠手下的。 胡雪岩也因此遇见贵人,得到左宗棠相助,一步步成为晚清首富。 胡雪岩说,道理是直的,但路经常是弯的,为人处事,最忌讳过于不止,越是一根筋到底。 越把路走窄了。 人要学会转弯,思维转弯,工作转弯,心态转弯,看见更广阔的天地。 婚姻里不较真,相处不累。 关汉清说,得放手时需放手,得饶人触且饶人。 婚姻到最后,过得都是人品和格局。 别把柴米油盐上升到尔虞我诈。 绑得太紧的绳子会断掉,管得太多的关系会疲惫。 每个人都有优缺点,如果你选择跟他结婚,就要谨慎考虑清楚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对象,也没有完美的生活。 在婚姻中,越是较真,双方越累。 最后只有互相伤害。 看清真相,如果无法忍受,一定要趁早放手。 太过较真的人,总是很难一帆风顺,因为他看什么都带着刺。 余生,有些话不必说透,有些是不要作绝。 太过较真的婚姻,必然会以悲剧收场。 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,月有阴晴缘缺,人哪能祈求完美。 每一种活法都是理所当然,不必再强求完美。 佛即有云,忧则天下皆宅,愿则到处为仇,量力而行,格局通达,心不较真,事事如意。 胡雪妍曾说,世上诸事都有两面,这一面占了便宜。 那一面就要吃亏,婚姻里不较真,方能相濡以沫,做事时不固执。 可得贵人相助,生活中不强求,活得无忧无虑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见。